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昨天的一些 他的片段 我个人今天的功能就是 要告诉他 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受访时忍不住开轰 艺人蓝心梅现身力挺 王力宏的演唱会 提醒对方多唱歌少说话 最近发生的事 你们甚至比我知道的更多 我做过什么 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 你知道吗 听到他在台上讲的那些话 我真的咖哑顺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现场 就是说 如果他再说一些有的不的 这种 大家真的不要体谅他了 你们就直接看到楼上VIP 我就坐在那 我就跳下来 跳上台去打他 蓝心梅直言 王力宏怎么会去揶揄别人 一旁的蔡康永 不时深呼吸 似乎捏了 发冷汗 陈美鳳在演唱会结束后 晒出合照 与王力宏搭街 蓝心梅也在一旁 她说很多事 只有当事人才明白 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 当观众 也在故事中学习成长 演唱会有单纯的感动及美好 送上满满鼓励 对于蓝心梅的说法 主办单位执行长秋梨 宽则帮忙还家 蓝心梅是觉得 王力宏很倒霉 说什么都被误会 担心话会被曲解 才会忍不住提醒对方 好好唱歌 不要乱说话 TVBS新闻周一宝 红文体态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